我们再继续谈两个算朴共有的IgonFunction 我们现在条件是这个 就是说A跟B这两个物理量的算朴是commute的 证明过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证明这个 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支共同的IgonFunction 这是我们要证明的 那我们上次谈的是那个就是没有 就是non-digital就是没有减冰态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那个有减冰态 我们用取最简单的情形 这是只有两个减冰态 那我们上次证明过 就是说因为 这是我们上次讨论过 就是说因为在这条件下 在这条件下 A B是等于B A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上次证明就是说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什么样 是A的IgonFunction 然后相同的怎么样 相同的IgonValue 那我们上次讲过就是说 如果没有减冰态的话 就是non-digital的话 这个函数也是它的IgonValue 那我们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 因为它digital的减冰态是2 现在有两个状态怎么样 就是A 就是说A的IgonValue有两个 就是2 2表示有两个 也就是说这两个函数呢 都是它IgonFunction 相同的怎么样 相同的IgonValue 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现在知道 它在这条件下 对不对 它虽然是它的IgonFunction 但是A的IgonFunction 有两个 对不对 它有两个IgonFunction 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个 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就是说 它的 但是A的IgonFunction 它的所有的 这两个线性核 永远 它两个线性核 一定怎么样 也是它的IgonFunction 对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目的要找怎么样 我们目的要找 目的要找怎么样 目的要找 它也是B的IgonFunction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呢 也是A的IgonFunction 最有可能是怎么样 Va的最有可能是什么 一定是怎么样 是这两个的 这两个怎么样的组合 就是说我们 我再讲一次 就是说 我们知道 这个呢 也是A的IgonFunction 但是A的IgonFunction 有两个 我们不晓得 它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 这样知道 我讲的意思没有 我不晓得是哪一个 当然我们知道 A的IgonFunction 只有这两个而已 所以如果我们要找 所有的A的 A的所有 肯的IgonFunction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这两个什么 的线性核 这样牵制吗 一定是这两个 函数的线性核 所以我们就这样拆 所以我们可以拆 我们可以拆 这个函数一定可以怎么样 一定可以写成这样 就它们两个的线性核 我这边前面这个系数 我取成1 我们以后 规议化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样牵制了没有 然后现在呢 我们知道 A如果 我们知道B是 这是已知的 B是已知 然后这个函数也是已知的 瞧不瞧 这是已知的 这也是已知的 因为这是我们原先有的怎么样 原先有A的怎么样 A的IgonFunction 这是已知的 所以这是已知的 这是已知的 所以我们可以作用到它 它是怎么样 是这两个的线性核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A的IgonFunction 所以它A的IgonFunction 一定怎么样 一定是线性核 这个呢 是A的IgonFunction 对不对 那A的IgonFunction 一定是怎么样 因为A的IgonFunction 只有这两种而已 所以一定是这两个的线性核 所以这是已知的 这是已知的 因为这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都是已知的 OK 那我们现在要找 我们现在要找 我们现在要找这个 你看 在这里的话 UA不是它的IgonFunction 那我们现在要找这个 我们要是要找这个IgonFunction 跟IgonValue OK 那我们怎么找 我们现在把这个 把这个带进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带进来 所以B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 这样我们把它带进来 对不对 所以B 等于B的 对不对 是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关系 这个呢 是等于B UA 是不是 那我们再把这个带进来 然后把这个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两个 对不起 弄错 弄错掉了 就是这个是 这是我们带到这边来 这个呢 带到这边来 对不对 这样没问题吧 OK 所以我们就得到 我们都得到 B V E U A E 加上 我这边就不写了 这样不要 我就不用写那么多 OK 那加上哪一个 加上B1 2 是不是 然后再加上 V 2 是不是 这样子 OK 那我们再把同项 同项加在一起 就得到 我们把两项 这一项跟这一项是相同的 我们把它加在一起 这一项跟这一项是相同 我们把它加在一起 对不对 到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知道这要等于什么 这要等于这个 等于右边的这个 对不对 对不起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然后V 然后乘上这一项 所以这边要等于多少 等于 V 在这里 然后在这一项 所以等于是 是不是这样 OK 到这边 等于问题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 多插到没有 OK 然后我们把前面这系数提出来 我们把这个提出来 提出来 我们就得到 我们把前面这系数 我们把它提出来 我们就得到 是不是 你们比较一下看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这要等于这边的 等于右边的 右边这里 所以我们要等于 那从这两个四十 这个四十 这个四十 告诉我们什么 对对 告诉我们说 这个要等于这个 那这个要等于这个 我用那个颜色 好了 是不是这样子 对 你看看 我用相同颜色 是相等的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等于蓝打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得到 我们就得到怎么样 爱跟未典是这个 然后 另外的 蓝打要满足 怎么样 满足这个 这种事 对 那我们知道 这四子 这四子 我们可以把父母 乘到这边来 父母乘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都得到 V12加上蓝打 就是我们把父母 父母乘到右边来 我们就得到这样子 那么看 这是蓝打的什么 什么关系 蓝打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是蓝打的 那个怎么样 你们会不会解蓝打 应该会解吧 所以我们都得到什么样 那这个蓝打有几个解 对 因为它是平方 所以蓝打有两个解 所以这两个解 我都把它写成这样子 解了 那这我想你们 你们应该都会 应该都会解蓝打吧 对不对 你说带那个 带那个 平方向 两处方向 那个公式 你把这个解出来以后 再带到这边 不是有两个解吗 对不对 所以这边对应有怎么样 有V的正负 对不对 V的正负 然后怎么样 蓝打一一 加上蓝打的正负 所以我们得到 我们现在得到什么 得到两个怎么样 两组解 所以我们得到V 然后 对不对 另外一组解是这个 有没有问题 那这就是我们 我现在把它写出来的 这是我们的 新的 这是新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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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这是 I跟Value 这样会有吗 同时呢 它是不是 A的I跟Value I跟Function 它是A的I跟Function 是因为它 因为这两个都是 A的I跟Function 所以它也是A的I跟Function 所以我就把结论写在这边 所以 VA 这两个函数是 A跟B的怎么样 共有的I跟Function 有没有问题 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告诉我们说 VA1是V的I跟Function I跟Value是这个 但因为这两个都是 怎么样 都是A的I跟Function 所以它也是怎么样 也是A的I跟Function 这样会有吗 所以我们已经找出来了 就说 如果在这 我们看 我们从这边 是从这边开始的 如果A跟B是Commute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怎么样 找到他们共有的 怎么样 共有的I跟Function 但这边有一个地方 要提醒你们 就是说 原先 原先这个跟这个 对A来说 它是相同能量 相同I跟Value 但对B来说 对B来说 这两个I跟Function I跟Function I跟Value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讲是不一样的 这样会 那我是 这边我是用2的 如果3你们会不会做 如果Degener是3 有3个 这边有1、2 对不对 那如果3的话 你会不会做 对你会解除3个出来 那说这边的公司 都变成怎么样 变成三次方了 这样会的吗 当然比较麻烦很多 那我们 我们这边是用2做例子 让2是最简单的情形 这样亲手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以后我们谈到角动量的时候 就要用到 这样亲手吗 以后我们谈到角动量 就会用到 下面就是这一章 下面我们要谈的什么样 当然是uncertainty 就uncertainty 那我们来看什么叫uncertainty 在我们量子物理 其实在统计力学 也会相同的 uncertainty是这样定的 把一个 在某个状态下 要注意 我们看这个符号 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我们这是什么样 我们在预取子 对不对 这预取子 还继续 我们在谈论预取子的时候 必须要知道什么 我们写这个符号 我们通常把一个东西省略掉 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谈到预取子的话 你看书 你们书本上常常把这个怎么样 把这个破坏数省略掉 要记得 预取子是针对某个破坏数来讲的 或者针对某个状态来讲的 你当然写这个 如果没有谈到状态的话 这是没有意义的 但书上常常省略掉 书上常常常把这个省略掉 这样清楚吗 换句话说这个量是针对某个状态来讲的 所以你们在看书的时候 你们看书的时候要注意 书上是把这个状态省略掉了 它没有写 所以这个公式告诉我们 一个算符 就是一个物理量 A是代表一个物理量 物理量的算符 对不对 一个物理量的算符 它在这个状态下的uncertain是不确定性的 uncertainty 这英文的意思 英文是uncertainty 那你们都知道有个叫uncertainty principle 就是你们中文常常翻译测不准原理 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的 比较正确的翻译应该怎么样 不确定性原理 这样清楚吗 这uncertainty跟测量是另外一回事 那测不远以告诉我们 好像用测量 这个跟测量是另外一回事 等一下我们谈到最后 就会谈到uncertainty principle 那我们先看uncertainty的定义 是这样定义的 这个式子 这是原来的定义 这个也可以等于这个 这两个是相等的 因为底下我们要证明 uncertainty principle 要用到这个式子 你问小则是什么意思 小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数目 不要忘了 这是什么 我再把它写出来 对不对 这是预期值 预期值这样定的 对不对 那a平方呢 这是它预期值简写 对不对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一个数目 这个数目就是这个数目 这样子 那我们来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 我们把里头 把它那个展开来 对不对 等于我们把里头 这是平方嘛 这平方对不对 可以写什么 a平方对不对 然后再减掉多少 这平方所以两倍的 这个是我把这个把它写在这 这是这是这个 有没有错 好 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怎么样 怎么样 没有 没有错啊 这边刮后 这个这平方 不是有刮 不是这样子吗 这边哪一个 哦对对对 OK OK 好 那我们这可以分开 这样 好 是不是这样子 给他 我刚写这一项 这一项是怎么来的 最像是原先的这 好 那因为这是树木 我把这样写好了 我把这一项 把这一项真正的 这样写好了 这是原先的什么 对不对 好 这是这样写法嘛 对不对 不要忘了 这是个树木 这是个树木 对的 那这是不是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是不是 那这什么 这等多少 假如是皈依化 这等多少 等于一嘛 所以这等什么 对不对 OK 所以我就把旁边这个 把旁边这个怎么样 把它擦掉了 没问题吧 所以把这个擦掉了 那我们看 这是负了两倍 这是一倍 所以这两个消掉怎么样 消掉一项 对不对 所以等多少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等于这个 有没有问题 那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底下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如果是 eigenstate 我以前一直在跟你们强调 说你们要把 eigenstate跟怎么样 跟破函数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还记不记得 破函数是一种状态 eigenstate是怎么样 是特定的某个函数 那说在 eigenstate 如果是 如果是破函数 是 eigenstate的话 我们看会发生 是A的 eigenstate 如果这是A的 eigenstate 我们看会发生什么前行 这样的话 我们得到什么 我们看A平方 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换成这个 这是在这状态 对不对 这等于什么 等于U 是不是这样 我们先做一个 我们先把它写成AA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先作用一次 等于什么 等于A 对不对 作用一次得到A 对不对 然后再作用一次 得到多少 得到A 然后A在成像前面 A是等多少 等A平方 那如果是规议化的话 等多少 等A平方 对不对 那我们看另外一个 看这个 然后 然后这等于A 等于A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ΔA的平方等于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物理意义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一个指点 或者是这样一个物理体系 在它的 我们要测量A 对不起 我们现在是要找那个A 一个是物理量 对不对 A是物理量 要找A这个物理量 如果它在某个 如果这系统在A的物理量的 Igon state的话 那它的incertain是多少 incertain是零 就完全是准确的 没有偏差 这样清楚没有 让我们来看 这个观念清楚了 那如果是混合态呢 你猜 我不是跟你讲 不要用测不测 因为跟测量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不确定性 就是我们要量着量的 它物理量不确定性 那如果是混合态呢 有没有 uncertainty 就有了 你们可以自己做看看 假如是A跟A的混合态 你可以做一个混合态 你们可以自己做 那底下我们要讲 uncertainty principle 不确定性原理 我们现在牵涉到 两个物理量的算符 我们现在要看 在什么条件下 这两个物理量 它有不确定性的关系 就是不确定性的关系 就两个物理量 就两个物理量 不确定性关系 下面我就把这个符号 我就把这个符号省略掉了 我就不再写这个符号了 在得到这两个成绩之内的关系 我们先怎么样 我们先中间是一些数学的 我们先这样定义 我们定义这两个算符 然后我们再定另外一个算符 对 另外函数 我们定另外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这样定义的 我们定义了三个量的 这两个算符 跟另外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这个算符 这用到它加上I lambda 这lambda是位置数的 这个参数 我们现在还不晓得lambda是什么 然后再怎么样 然后再成长这个po函数 到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知道这个积分永远是大等于0的 因为这是绝对值平方 绝对值平方永远是什么样 用大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大等于0的 这一步应该没问题 那我们再把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我们这得到 你们先看看这样对不对 就是说这是共恶妇事 共恶妇事变成这一项 然后这边要换成妇I 然后这 有没有问题 然后这三 这些项 那我们再看 这一项等于什么 等于那个 我们把这个并过来 变成这个 然后 Phi 然后U的 加上lambda平方 然后Phi 然后V的 然后Phi 然后再加上 i lambda 这一项 对不对 那我先不 这一步 这一步到这一步 是 这应该记得吧 这是Hermission Adjourned 从这一步到这边 这个积分变成这个积分 这是定义的 就是我们定义 有这样Hermission Adjourned 我们再 你们再复习一下 前面讲 如果是Hermission的话 我们知道 如果A是物理量 如果A是物理量 对不对 A是物理量 那A有什么特性 A有什么特性 A是Hermission 如果物理量的话 它是什么 是Hermission的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过 应该不要忘 没有忘掉吧 如果A是Hermission的话 U呢 也是Hermission 那相同的 V如果是Hermission的话 V呢 也是怎么样 也是Hermission 所以这告诉我们 这两个 这第一个可以怎么样 它等于它本身嘛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可以怎么样 可以消 第一个就等于它本身 所以这边改成什么 U的什么 U的平方 这边呢 V的平方 对不对 那这边换成什么 U跟V 对不对 所以把第二个 插掉了 这边也怎么样 也把第二个 插掉了 对不对 所以最后得到 什么结论 这样像可以怎么写 UV然后点掉V 又怎么成功 就commitator 所以我就写到 那个左边去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 所以I 我们就最后得到这个结论 你们知道U平方是什么 我们再复习一下刚刚的定义 还记得我们再谈A 这个可以写成什么 就是U平方 我刚不是证明了吗 还记得我再把那个写下来 我刚刚不是我刚不是有这个证明吗 那个A ΔA 还记得 有没有 那这是什么 这是U嘛 对不对 这U平方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V那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项等于什么 对不对 那第二项呢 Lambda平方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第三项 那U跟B的commitator等于什么 其实等于A跟B的commitator 这等于我们来证明一下好了 U等于U V减掉 V U对不对 我们把它带进来 等于A减掉 然后再B减掉 对不对 然后再减掉 B减掉 是这样子 你把它盛开来 把那个相同的像消掉 最后变成什么 等于这 这样会的吗 OK 所以 U跟B的commitator 就等于怎么样 A跟B的commitator 所以我这边就写成什么了 写成A跟B的 这样会的吗 OK 那我们刚刚讲 I怎么样是大于等于零的 这整个字是大于等于零的 不管咱们打的是多少 让我们休息一下 你们再把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整个楼梯 整个楼梯里面再复习一下 你应该要不要 我再把这个楼梯里面再复乱一下 我再把这个楼梯里面再复乱一下 谢谢大家